Hello,大家好,我是Jacky 不知大家在錄Instagram的時候 有沒有見過一款很多KOL都會用來拍照打卡 而且外形都挺簡潔的耳機呢? 今天要和大家開箱的是 來自瑞典耳機品牌Sudio的第一款主動降噪真無線藍牙耳機 ETT 這款耳機的包裝小小盒 側邊拉出來就會見到圓角設計的充電盒 耳機就在裡面 也有些基本東西 說明書和USB Type-C充電線等等 另外Sudio ETT也跟了8對不同尺寸和設計的矽膠耳室 去迎合不同耳型的用家 來做到更好的隔音效果 這隻Sudio ETT是Sweet Value寄給我的 而我手上這隻顏色 是今年秋季推出的全新顏色煙幕銅 這個新色是用了碳灰色為主吊 霧面的質感摸上手也挺舒服 加上四邊圓潤的設計 令到我經常忍不住想搓一下它 盒蓋用了磁力吸蓋 磁力適中 單手都可以容易打開 這樣一件事 有一天我在看鬼滅的時候用電話 拿著電話說覺得手很累 想放下電話但是放不起 我突然之間零機一觸 打開充電盒 然後放在桌面 然後放電話上去 這樣就成為了一個電話座 除了全新的煙幕和炭灰色之外 它們也有黑色、白色、綠色和粉紅色 相信不同喜好的用家都可以選到深水的配色 充電盒旁邊有一條紡皮扣 可以方便掛起它 不喜歡的話也可以拆掉它 充電盒上面有四盞燈 來顯示充電盒電量和耳機充電提示 需要將對耳機放入充電盒 才能看到剩餘的電量 有一個設計要讚一下 就是耳機放入充電盒的時候 左右都會顯示一顆燈 代表哪一邊的耳機在充電 關掉就代表充電完成了 充電盒除了支援USB Type-C充電之外 亦都支援無線充電 這個似乎是現在時下 所有真無線藍牙耳機必備的一個配置 Studio每邊的耳機只有5g 而充電盒的淨重量就是40g 加上整個重量就是50g 拿上手都頗輕巧 對耳機和充電盒 無論是色調或者材質都是一樣的 令到整副耳機看上去更加一致 耳機的頭是符合耳窩的設計 帶上去會更加舒適和貼服 另外亦都採用了一個長柄聽筒的設計 用來提升通話質素 聽筒尾的位置用了一個銅圈做點綴 令到本身低調的耳機增添少少型格 這雙耳機不是透過觸控來給指令 我個人是挺喜歡用實體的 因為這樣就不會擔心插到耳機 而令到手歌停了 或者是按到其他指令 兩邊的耳機給的指令都是一樣 操作起來非常簡單清晰的耳機 按一下就是播放或者暫停音樂 按兩下就是去下一首歌 按三下就是去上一首歌 按兩秒就是開啟或者關掉降噪模式 對於我這些金魚記憶的人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設計 我不用因為兩邊耳機不同指令 而要記多幾樣東西 那就不用煩了 這雙耳機看上去雖然好像很大塊 但實質戴上去我又不覺得會太外眼 可能因為它這個耳機位置的設計 都挺貼合耳窩 而且可以深入耳朵裡 所以也不會很大塊 另外整個耳機長得很久 也不會不舒服 降噪方面 ETT是SUDIO第一款 主動降噪真無線藍牙耳機 首先它的設計 因為它比較貼服 所以輕微地隔了外來的一些噪音 對於低頻的噪音降噪表現 不太差 但對於高頻的噪音 那方面就真的要多一點點力了 普通在餐廳咖啡 或者坐車的環境下用的話 降噪能力都尚算OK接受到 但站在馬路邊等巴士的時候 引擎聲音都真的收得很大聲 風聲也收得比較清楚 所以在大風的環境下使用 我個人會把主動降噪模式關掉 令到耳朵聽起來舒服一點 就不會符符聲 另外這雙耳機暫時只要開 要不就關掉降噪模式 沒有這個通透模式 音質方面 SUDIO ETT暫時只支援SBC格式 整體的聲音表現我覺得中規中矩 如果聲音可以多一點點穿透力 人聲實一點點 我覺得會更加好的 而這隻耳機搭載了的是 10mm的動圈單元 低音的表現是非常之不錯的 用來聽這個K-pop 或者是這個流行曲 或者是country 都足以應付得到的 這隻耳機搭配的是藍牙5.0 連接的速度不算超級快 但是可以接受到的 叫做拿了一雙耳機出來 帶兩邊都已經準備好了 大部分使用的時間 都沒有試過出現斷線的情況 去到一些比較多干擾的地方 試過斷線 但亦都很快地連接 看片和聽歌的時候 都幾乎察覺不到有任何的延避 但試過測試 就是開了電話聲來打字 有極度輕微的延避 而這對Sudio ETT 配備的是IPX5級別的防水 除了基本做運動出汗 淋雨都沒有問題之外 更加可以抵受大約3分鐘低壓噴射的水柱 即是你去玩水槍是沒有問題的 根據說明書的資料 開了主動降噪的情況下 對耳機可以連續使用4個鐘 連接充電盒 大約可以用到20個鐘左右 實際用來我覺得不僅是這麼少 因為我充一次電 基本上班下班去用 差不多用到整個星期才要再充電 接下來我們出街測試一下 它的通話音質表現是如何 好 現在來到球場 就是測試一下 這個Sudio ETT的通話音質的一個測試 看到後面其實有很多人在玩 有籃籃裝 也有籃籃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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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可以 通話音質表現 大家要穿個方向 這裏有很多不同的車 有人行人行去 也有交通通 也有很多通通的進步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最後總結 我覺得整個耳機在這個價格 算是非常合格的 整體的表現 算是中規中矩 有簡約的設計 降噪和音質 還有續航力方面 都有不錯的表現 在這裏也要提醒大家 音質這件事真是很虛無 每個人的耳朵 聽出來的感覺都會不同 所以建議大家 在買任何耳機之前 都去親身試一下 看看自己合不合 選對才買 今次Studio ETT的開箱和評測 就來到這裏 如果大家對這款耳機 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我會盡量解答給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記得留言、讚好和分享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 我一出片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下次見 拜拜 好 見解… developer… 可以干ocate… 你有那麼多 我這邊不來 在裡面 我 從他裡面